很多人把鸡胸肉买回来 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首先我们把鸡胸肉给它切成厚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这样的细长条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到盆中 加入适量的食盐 白胡椒粉 再加点花椒粉 再加入姜末和生抽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 稍微多抓拌一会 抓三分钟左右 让肉丝吸收料汁更方便入味 抓好之后腌制十分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准备一个盆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这个小酥肉专用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 然后边加边搅拌 然后给它搅拌成这样 像酸奶一样的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到腌好的肉丝里面 然后再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锅里油温烧到六成热的时候 然后开始下入肉条 然后炸的时候用中小火就可以了 火不能太大 火如果太大的话 外面都可能炸糊了 里面还没有熟 把鸡军肉炸熟炸透 炸至表面金黄之后捞出 非常美味的小酥肉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小酥肉 外酥里嫩 吃上一口真的太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